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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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治疗方案方面 钟南山也没有什么贡献 拿一个只做过体外细胞实验的莲花清纹胶囊当灵丹妙药卖 在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来看就是一个笑话 只能证明他公器私用为利是图我的第四个看法是想提醒朋友们中共至今并没有为李文亮等人平反李文亮死后中国社会高度不满 中共为了平 germ 为了平时inos our民 Mir宗盛 特别人 patents on that 中文字幕在子刚才为重新海外织材和李文亮activite 甚至还加封李文亮烈士 有人说这是平反 但是调查主真正的结论是 中共折腾李文亮是对的 批判他也是对的 唯一的错误是训诫书这种形式不对 而且打击迫害李文亮的中央电视台 中共政法委、武汉市中西医院书记蔡莉等等 至今都逍遥法外 这算什么平反 我们把习近平这一次讲话中 含沙摄影指责美国等的那段话 换一两个说辞 就会非常准确的描述中共在大瘟疫中的作用 自私自利、嫁祸他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 不仅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伤害 而且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 在这方面 钟南山是中共的帮凶 有网友注意到 钟南山带的大奖章和中共人大举手活化时 申纪兰的那个一模一样 提醒钟南山说 申大妈在获奖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 我个人不想这样说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帮助中共说谎 就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犯罪 好,今天的这个事我们就评论到这里 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并点那个小铃铛 谢谢大家